那为了方便显示日期呢 判断是否有特别日子呢 我们把特别日期和假日建一个阵列 那比如这个阵列怎么build呢 我们先放new这个还一样 就是new这个weekday 然后呢把这个特别日期假日呢 用一个阵列就selecting 然后后面呢 Canada就比如说国定假日 我们有多少国定假日 1月1号 好像10月10号等等的 把这些东西便弄到一个selectic的阵列里面 这个阵列里面摆的就是日期物件 就是day的物件 day的这些物件合起来形成一个阵列 就是selectic的这个阵列 那然后呢我们build 那注意到这只是一个资料结构而已 我们这个资料结构还要跟这个 我们要build 要变成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给它一起 就一个特别的颜色等等来设定 所以我们不是建立这个ok的 那建立以后我们要mounts要build 这个build的这一个 build的这一个 呃指指物件 指类别 那build的这个指指物件以后呢 建立这个指物件 如果与阵列中有相符的日期呢 就可以用一式selecting的方法来判断 是否为在这个你被指定的特别的日期里面 所以你变一个selected的这个 这名字不一定要叫selected的 但是你帮他你用selected的话 然后最后你用的时候就是也是用isselected 就是也是用is 这两个没有关号 这个selected是我取的名字 这个selected的阵列是我取的名字 那这个isselected的这个方法是 是这个pale pale这个library里面 这个date的里面他的 他的 这winddate这个这个类别里面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selected这个这是一个方法 那刚好我们现在因为我取名字的时候 我自己程式里面就取selected这个名字 然后判断日期是否为先前所指定的日期 然后判断日期以后呢 那就 方便建立物件 那这个 我们build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依照需要建立该月实际日数的日期物件 那因为我们要build这个 就顺便建立这个 实际日期的日件 那 那有些 如果我们看月曆的时候 你就发觉 这边会有什么 这边第一天星期三 那这边这些东西呢 就是empty date 就是说这些月曆上 该月控的地方 我们逻辑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忽略 可是我们做呈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 要注意到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date的物件 但它是empty date 这些日期是empty date 那 那可以让程式来判断empty date 就是说这个特别日期 empty date啊 特别日期啊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用这个kind of months weekday 就我们要 我们要真正建立物件 建立这个月曆的时候来判断 那 判断的时候可以建立 用下面的方法来做 是不是第一天啊 该做第一天啊 是不是最后一天啊 是不是empty date 是不是selected date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判断的 所以你看 我们日年月日这个日 十分秒这个时间的表示 其实是很简单的 那现在做这些东西在干嘛 只为了 为了输出那一个月曆 所以为什么输出的 都要特别拿出来 因为输出的kind of months weekday 这个物件 它是帮忙我们输出 那输出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东西 要考虑到星期 要考虑到 月曆的这个长相 要控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 比较辛苦的 这几个判断的 判断结果就是 true或false 好那终于可以开始 制作月曆了 对 它那么 那一段都为了方便 我们制作月曆 那制作月曆的时候呢 那 为显示脚大范围月曆呢 那就使用这个 pure date的这个引擎 然后 下面的例子 模仿windows缩业系统的月曆功能 可以有前一年 前一年后一年 前一月后一月 这个城市 所以长相就是我刚才 其实有看过的 这个前一年后一年 然后这个 那这个时候 譬如说 这个城市 它是用get的方式 来取得年月 然后 那这个 用get方式取得年月的时候 这个下面就会 你看 y等于2007 那month呢 month 如果你click click这个东西 click下一月 那你的month就等于10 这个呢 month就等于8 那这个 那这个 上一年 click这个就是2008 click这个就是2006 这个 click这个就是2009 这就是2005 就是说你 你这些button 就是说它是用get的方式呢 把它传到server端去的 这个 delective的部分 那方便这些参数连接呢 所以 这边定义一个专门 建立连结自串的 buildurl的函式 那buildurl的函式 它为了输出啦 像有些holiday呢 它就是有特别的背景颜色 那 holiday背景颜色就是橘色 这个是css的 css的这个class 我想这个 大家如果还记得css的部分 那这个table啊等等 那这个 那建立月份 月份建立变成一个阵列 就1月到12月 那这个month name 这月份名称的阵列 这是名称的 那我刚才有提过 建立url字串 那这个 这个buildurl字串做什么呢 它基本上 它把网址的后面 加上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讲到 刚才看到 这下面网址有问号啊 这个 buildurl就建立 这个后面这一块 我这个程式的这个 php程式我们知道 但是我要把什么东西 传给这个程式 现在这我们认识 做一个简单的方法 简单方法 因为后面要接 这个问号 后面y等于多少 month等于多少 这个东西 get参数 我们必须要产生嘛 那产生的话 你按那个就产生 那这个怎么产生呢 那这我们就必须要 用程式来产生 程式产生的话 就return这个东西 好 抱歉 return就是server self的name 加上问号 month year 这个 按什么 所以这个buildurl 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carrender engine呢 换成periodate这个engine 就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 这个是要 这样我们突破了 php的日期的限制 不知道2038年就停止了 到前面 前面是19世纪以前的 还有2038年以后都ok了 就是我们就 就又换了一个这个 dates engine 然后把这两个include进来 date跟weekday的 这个carrender month weekday 还有这carrender date 这两个card 这个是用呈现 这个是来真正的日期 这两个把它给include进来 然后看有没有get参数 没有get参数呢 那就是这个月的日历 这个月的月历 就是now year now month 这个就是现在 如果有的话呢 有的话就刚才 如果使用者有选了 已经勾到上一年 下一年等等选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帮他buildurl 这个送出去 那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就get过来的月日 年月 就是get过来年月 如果没有的话 一开始之间的时候 是这个 今年今月 就这个 这一年的这一个月 用now year now day 来做 那然后 进来以后呢 就建立月物件 建立月物件 就是new 这个我们刚才也看过了 get y get y get m 这两个建立月物件 建立月物件以后 那然后建立那个 去年跟明年 previous year跟next year 这两个 那这两个的话 就buildurl来做 buildurl它会把年月 加起来 这个 previous year跟这个list previous year 前面也说 加一减一 next year 这个就做 做加一 这个 减一加一的动作了 那然后 那table里面的caption table里面caption 就是说明的 就是 就是 不是table本身 就是这个 你要输出前一年的连结字串 还有这个 就是说 你要连到哪里 连到前一年的这个 建立前一年连结 然后输出目前年份 然后下一年的连结 等等 这个就是caption 这个是table的caption 这个 这个 这边就是table 这table 表单上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叫做字幕 caption就是 中文字幕 英文字幕 我们看外国电影的时候 那有中文字幕 那这个 那这个时候 这个 就是那个中文字幕 叫caption table caption 就是上面的那些 说明的那些东西 caption 所以 caption里面呢 就有这些 然后那当然有加上image image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建号 前一年或下一年的 那个 previous previous image next 前一年的部分 是这个样子 那前一年的连结 那前一年的部分 按它的时候 就产生前一年的连结 就是 previous year 前一年的连结 自串 就 为什么 previous year 刚刚前面我们已经做了 前面 前面 buildurl 里面 已经做了 那个东西 buildurl 已经做了 previous year 这 previous year 从这边来的 那是由buildurl 做了 这个自串 看起来